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位旅友在广西的深山里边避雨意外发现一个山洞的时候拍下来的 那么这个山洞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棺木和尸骨呢 原来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有一个奇怪的习俗 人死之后并不入土 而是由亲人将棺木抬去山上的崖洞安放 这叫做崖洞葬 听着有点小小诡异 尤其是看到之后必须得浑身发凉啊 对不对 不过诡异的山洞呢 其实却不只是广西才有 您呢来看这里 这里是位于湖北省西北大山深处的一处崖壁 看见没有 这里有很多的山洞 这些山洞的洞口呢大小不一 在崖壁上的位置有高有低 但是很明显 这些石洞的洞口呢基本上是规整的 说明它们不是天然的 那么不是天然的就是人工开凿的咯 是吧 可是在崖壁上凿这么多洞是干什么用呢 当时这位湖北省的民俗专家叫徐永安教授 在当地采风 他也觉得挺纳闷的 可是因为这些石洞啊还都挺高 上不去 他只好继续往山里走 可是人才怎么着 在当地很多大山的山脚或者山脚 他发现有很多有崖壁的地方呢 都有类似的石洞 有的单独一个 有的两三个连串 还有几十个连片的 这一下徐永安可就坐不住了 你说一个地方啊 某个地方这样可能是偶然 但是这么多地方处处都有 那就是一种现象了 而现象的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 徐永安决定展开调查 搞清楚这些石洞是怎么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调查引出一桩千古迷安 先从调查说起 高度应该九十厘米 潮的部分都有七十五厘米 不是 他这几个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 这是长方形的 我这已经到边了 那你有多方 这有两米 这是徐教授他们在安城 关山镇石洞 石地测量的情况 后来呢 他们又测量了好几个地方的石洞 情况也都差不多 注意了 从石洞洞口齐整的情况来看 很明显 这些石洞都是人工开凿的 而在掩体上凿这些洞 肯定是费了不少的人力 物理和财力的 但是当地仙人 费尽功夫 在掩体上凿这些山洞 用来干什么呢 住人吗 不像 为什么 首先您看石洞的尺寸 刚刚说了 高多少 九十厘米 连一米都不到 这样的空间 人在里边腰都直不起来 再看外边 这些石洞 在哪开凿的呀 崖壁上 你说住人 位置低点好办 架个楼梯吧 爬上去睡觉 没问题 可是上边该怎么办呢 总不至于天天 爬这么高的楼梯吧 其实要说爬也行啊 如果说晚上起个夜 睡得稀里糊涂的 要出个意外 那可就是生命危险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说要住人 显然是不太现实 可是 要说这些石洞 不是住人的 有一个情况 徐教授又没有 太看懂 什么意思呢 你来看这个 这个台阶 可以放这些 放这个食物 或者是放这个油灯 它这个室内快有这个 它有这个烟灯的痕迹 你把这个烟灯的痕迹 还保留着烟灯的痕迹 确实非常有意思 对 这可以去放灯的地方 对 有些石洞 有油灯熏过的痕迹 而且呢 徐教授还发现 有的洞啊 还明显装过门 像这种石洞 应该是 这个 如果我们放的木板门的话 或者是砖的话 防止它损坏 可以用差不多的木桩 木条子 卡进来 做门栓用 像门栓一样 从外面拦住 真的奇怪啊 石洞的位置 石洞的高度 这些因素都明显 说明不适合人活动 可是灯熏的痕迹 留了灯台 还装过门 这些又说明 这石洞确实是用来住人的 这个 这个矛盾怎么破 所以一时之间 对于这些石洞的真实用途 徐教授无法做出判断 那怎么办呢 徐教授只好向附近的村民打听啊 可是您猜怎么着 这位 村民老犯的一席话 把徐教授 吓得一哆嗦 听着名字我就觉得 有种脑子晃啊 人到六十岁 就自己到洞里来等死啊 相信这话您听了 肯定也觉得 既觉得别扭了 也觉得惊讶啊 那这种就叫惊恐 对吧 还有这样的事啊 可是我告诉你 不光是村民老犯 对于大山里的这些石洞呢 徐教授又走访了很多地方 听到的都是这个说法 这石洞不是天安的 是后来后天人们做成的 六十岁会要把它 都送到这里面来 送三年饭以后 都把这个东西都放去了 村民们说呀 乡村在很早以前 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习俗 就是老人一旦到这六十岁 老人的儿子就会背着老人 来到山洞把他放下 等老人进洞之后呢 儿子就会用木板封住洞门 然后会留个窗户 干嘛呢送饭 一连三天 儿子会从窗口把饭菜送进来 但三天一过 窗口马上封死 然后老人呢 就在洞里边等死 那问题来了 尊老敬老 从这个慎中追远 到孝敬父母 尊敬老人 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 可是在湖北那个地方当地啊 怎么会有这种 人到六十就必须得死的惊人习俗呢 要说起来 我也只有十几年了 二十年不到了 太可怕了 徐教授一查资料 发现类似的习俗 还真不是当地才有 据说在贵州镇宁县 有个叫蒙正的村子 曾经也有类似的习俗 那个时候呢 村里的老人只要年过六十 儿女们就会把老人送进挖好的山洞 老人进去之后 马上把洞口封死 连那三天的饭菜都没有 那个山洞啊 为此名叫活人分 不可思议啊 把老人活活送进坟墓等死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当地人说 因为粮食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 由于生产力低下 粮食有限 很多家庭啊 是食不果腹 那怎么办呢 为了延续年轻的生命 尤其是为了让年幼的孩子 能够长大 年迈的老人 于是选择了走入山洞 面对死亡 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口粮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徐教授估计啊 这种习俗应该是形成于士族社会时期 那个时候呢 确有这种可能 到后来呢 其实口粮并没有那么紧张了 可是由于传承已久 这个习俗仍在沿袭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了一定条件的当地人 就开凿了这些规整的石洞 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尊重 那么按照徐教授对自死窑的解读 我们可以想象 当夜幕降临 老人点亮油灯 这个时候 可能他的儿女 他的族人就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那块木门板背后透出的灯光 为他祈祷 为他送行 而他认为 这正是对他自己生命最高的礼赞 上街说了 鄂西北大山里的那一排排石洞经专家考证 是远古时期诡异的自死窑 那么 您再看这里 这是距离鄂西北几百公里 位于陕西商落的大山 看到没有 在这里的崖壁之上 既然也有这样一排排明显是人工开凿的石洞 至于是什么时候开凿的也不知道 用来干什么的当地也没有人能说得清 那么 有人可能要说了 从外观上看这些石洞和鄂西北的石洞样子差不多 既然两地距离不远 也就几百公里 那会不会他们有着同样的习俗 这也是远古的自死窑呢 别着急啊 从外边看这些石洞感觉洞口都差不多 可是如果进去的话您会发现里边各有乾坤 不太一样 您来看从洞口进来商落的这些崖洞可不像鄂西北的石洞那么低矮 这里高大的多不仅人站在里边没有问题 而且里面的设计也极为讲究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很像现代客厅里的电视墙啊 再看左边一流三个门洞 里边还有大中小三个房间 这是什么设计 标准的三十一厅啊 怎么样 是不是别有洞天 那您说这还会是自死窑吗 肯定不是啊 费这个劲干嘛 那么这些石洞是用来干什么的 估计有人要说了 都说三十一厅了 而且从空间看 这些石洞开造的工程量是相当巨大 那么这些石洞还能用来干啥 当然是住人呐 是不是 专家不这么认为 这个人如果在这个地方要举租 瘦小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个要仿便吧 一个你要用睡吧 再一个你不能独处啊 你金属都要仿便的 对啊 有谁会把房子造在悬崖峭壁上啊 难道说 曾经这里的先民 个个都是飞檐走壁吗 要不然 要想进洞睡个觉 那天天冒着生命危险 是不是 所以专家认为 这些石洞不是用来住人的 那么 不是用来住人的 当地先民开造这些巨大石洞 会用来干什么呢 还三十一厅呢 关于这些石洞的用途 有人提出过一个想法 一个猜想嘛 说还是用来住人的 只不过不是平时住人 而很有可能是战乱的时候住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自古以来 商落是一个战略要冲 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只要打仗 老百姓总要找地方躲一躲呀 避难呢 所以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猜想 那么这种猜想有没有道理呢 专家在当地走访之后 就推翻了这种猜想 为什么 你看这个 这是在当地山上发现的城墙遗迹 干什么用的呢 修建山寨 史料早有记载 明清时期 商落一带战乱不断 于是当地村民早有修筑山寨避难的传统 这些山寨全部都建在山顶居高临下 是一手难攻 用山寨来防守 优势明显呢 而且既然有了山寨 那又有什么必要再花这么大的人工去开凿山洞呢 这是个问题啊 如果因为 仅仅以为堕土费 要耗子这么大的工程 找这么大的雅库 你租在里面 就因为堕土费 这个可能性很小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专家发现在探查这些石洞的时候 发现这些石洞的设计 远不止避难的需要而已 您来看这个 这是其中一个山洞 您看出什么没有 这个山洞不仅大房间多 而且里边还有台阶 有错层 那现代富士啊 相当讲究 那么您说 如果这些山洞是用来避难的 有必要这么讲究吗 更何况 如果这些崖洞是用来避难的 那应该还有一个设计 撤退的洞口该有吧 是不是 如果说崖洞前面受到攻击 里边的人 你还得有退路啊 可是这里没有 所以专家认为 人居说 避难说 在商洞这些崖洞面前 都站不住脚 那么这些崖洞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专家在一处隐蔽的山崖上 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看见没有 远程那里有一些堆垒整齐的石堆 还有一些钉在石头缝里的木抓 再用高背长焦的镜头推上去 一看啊 专家大吃一惊 悬崖上的一些东西竟然是 棺材 悬崖上有棺材 那不就是悬棺吗 我们知道 福建武夷山 江西龙虎山 都是以悬棺而闻名于世的 难道说 在古代的陕西商洛 能说明什么问题 从表面上看 确实不能说明什么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 这牙洞石壁上 为什么要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呢 专家认为 如果这里是木穴 那就可以解释了 这是死者的姓名 可是这些牙洞 真的就是木穴吗 也就在几天之后 王昌复又在几个牙洞里 有了意外发现 什么呢 一些奇怪的小孔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从位置来看 王昌复觉得 这些应该是装门轴的小孔 但是很明显 这些小孔几乎没有摩擦的痕迹 也就是说不常用 更像是一种装饰 那么什么地方会用到这种装饰呢 没错 最有可能的地方还是木葬 这个发现 可让老王是兴奋不已 毕竟两个名字 凭着这两个名字 就能说这是木穴 那只是可能性吗 但是再加上这些小孔 推断这些牙洞 就是木穴 这个分量可就有增大了 加了一个砝码 但是 只凭这些证据 就能够完全彻底的证明 这个推断吗 还不能 对吧 那么 有更加有力的证据吗 有没有呢 不久之后 这个王昌复又在一个牙洞里边 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现 什么发现呢 就是这两个竖着向下开造的石坑 它的大小正好可以放下两具棺木 经过专家鉴定 这两个石坑 应该就是夫妻和葬的棺果坑 事情到这 商洛大山里这些神秘洞府的用途 终于是找到答案了 他们就是当地人用来安葬亲人的棺木的 只不过呢 他们的这种安葬方式和江南的玄关葬不太一样 江南的玄关葬呢 通常葬在天然牙洞里边 而这里的棺木呢则葬在人为开造的洞室之中 专家把这种葬俗称之为牙洞葬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葬俗呢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 在关中地区发掘的一些古代牧葬显示呢 关中地区的先民有一种奇特的葬俗 他们会在牧葬里面放置一些水井 陶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或者必须的设施 在某种程度上来理解呢 可能是汉代誓死如是生的一种风俗传承 而专家说 商洛虽然未处陕西 但他刚好处在中国南北交界的地方 当地人呢很有可能是受到川山等多地文化的影响 为此他们也希望亲人虽然逝去 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亲人仍然能够享受到家的温暖 这应该就是商洛大山绝壁之上这些神秘洞府的秘密所在了 巴蜀之地与湖北陕西相邻 然而由于大山的阻隔自古却充满着神秘之感 而接下来咱们就要走进神秘的川中属地 说一说这里的独特葬俗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是四川省的清白江双园村 从2013年开始 四川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这里探测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不得了 这里总共清理出28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墓葬 看到没有 这一大片都是的 占领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那么在这里有什么重大发现呢 您来看这个 这是编号为154号的墓葬 在280多座墓葬当中 这座墓最为引人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它大 尤其是当墓葬打开 考古人员见到棺木的时候 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看到它的棺木是什么形状了吧 像是一条船 棺木做成船型 像是看到这儿呢 有朋友会问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船棺葬吗 没错就是啊 据史料 船棺葬最早出现应该是在西州的晚期 从春秋战国到秦末汉初这种独特的丧葬形 在巴蜀之地存在了数百年 当然在双原村发现船棺葬这不是第一次了 您来看这里啊 这是著名的金沙遗址 2001年在金沙遗址发掘当中呢 考古人员除了发现大量的象牙玉器之外 船棺葬的遗迹也有所发现 不过像双原村遗址 280多顿墓葬 绝大多数都采用船棺下葬的 这是没有见过的 尤其像154号墓 船棺关关体这么大的 那更是没有 它有多大呢 说出来吓你一跳 宽足足有一米 关长6.1米 简直是关中关巨无霸 为此呢 这个考古人员称他是船棺王 注意大还不是这句船棺的唯一特点 让考古人员震惊的是他的材质 您知道这句船棺王用的是什么材质吗 他的棺棺盖 整个一整段楠木做成 咱们知道楠木是一种珍惜木材啊 因为它纹理细腻千年不符 自古以来就是皇室贵族啊 这个有钱有势的阶级 他们修建庙宇 殿堂和墓葬的首选材料 比如说北京的故宫大殿 清代的乾隆慈禧陵墓啊 很多地方都用了南木的木材 而这句船棺王吓人的是 他用的南木直径超过一米啊 这比后世皇家所用的南木材料还要大 而且这种材料当年哪有呢 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云贵的深山才有 可是我们知道 2000年前云贵地区什么地方 看啊江河纵横交通闭塞 要想把这么大的南木运到四川去 那难度得有多大呀 难以想象 耗费的不是一点点的人力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一句船棺王的墓主人 应该就是他们族群的首领 那么在这位首领的船棺里边 会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大家呢 谁没想到 当考古人员检查官身的时候 一个意外发现 让大家陷入焦虑 这个发现就是稻洞 你看这个稻洞呢 它从上面这个土已经干了 我给你刮一下 你就看见它这个稻洞了 是吧 这是我们考看 它这个土啊 周围的土和这个边的土 它特别不一样 这稻洞 而现实就是这么大体量的船棺 到底该怎么开启呢 咱们回到现场 2016年的腊八节那天 考古队员准备开启官王了 当时鉴于6米长的棺盖 已经腐朽了 这个考古队员决定啊 采用绳索和杠杆结合的办法 通过十几个人的合力 先将棺盖拉上地面 打开棺盖 棺盖里有什么呢 过来 官室内没有见到大型的青铜器 应该是已经被盗了 但是考古队员在棺内 发现了不少小型的青铜器物 和大量的漆木器 过来勤手 还怎么过来勤啊 不能不说 这是双元村154号墓 让我们感到遗憾的地方 墓主人是谁 由于盗墓贼的破坏 已经无从知晓了 不过 另一个意外发现 让我们对墓主人 还是多了一些了解的 什么发现呢 那天考古人员将船棺网 起吊准备运往博物馆保存 而就在船棺被缓缓吊起的时候 突然有人发出了惊呼 原来在船棺底部的中间 赫然出现了一个 长约一米 宽约半米的土坑 土坑四周及顶部 用木板围着 这应该是北方地区墓葬当中 常常见到的 关底腰坑 那么腰坑里有什么呢 其中有六件清红器保存完好 经过专家辨认 他们分别是顶否仪盆 还有组合成演的赠与力 那么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酒器 蒸锅 煮制器皿之类 简单说就是厨具啊 这些陪葬品告诉我们 他们的墓主人应该是 一个很喜欢烹饪的美食家 当然了 相信此刻您更想知道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鼠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棺木打造成船型呢 关于这个问题 史学家研究认为 这可能跟巴蜀先民的一种信仰有关 这种信仰就是送魂 有些朋友知道 古蜀之地民风彪悍 他们经常外出征战 那么在外战死之后呢 由于交通不便 死者的尸身很难运回故乡 怎么办呢 由于他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呀 经常会用到船 用到舟 为此呢 他们死后便以船棺安葬 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王者的灵魂呢 可以搭乘船型的棺木 踏上旅程渡过灵河 安然回到家乡 当然咱们藏 巴人和蜀人是有所不同的 古代巴人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 因此他们的船棺呢 大多被放置在悬崖之上 而蜀人呢 生活在成都平原地带 他们的船棺则一般深埋地下 这便是巴蜀先民 通过船棺对于生死的诠释和理解 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许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